重阳节这天,四王子王昭在知道了王后要用茶毒杀太子后,他时刻关注着太子的动态,太子也觉察到这天可能会有人有动作,因此显得十分的谨慎,并没有喝酒,王上似乎也看出了太子的心思,便命人给太子换上茶水,以为这样就安全了,可只有王昭知道,真正有毒的是茶水,他思考再三,刚想站出来禀告王上,却看到端茶之人正是女孩,为什么偏偏这么巧是女孩呢? 当然是王后和莲花一手安排的,王昭知道如果此刻他说了,女孩必定会背上谋害太子的罪名,为了救心爱的女人和太子,王昭做出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他要喝太子赐的三杯茶,以增进彼此的感情,王后和莲花公主听后都一脸震惊,他们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王昭会这么做,太子也爽快地答应了女孩将茶递给王昭,王昭就这样一连喝了三杯毒茶水,最后还不忘跟太子讲道,不论谁用奸计离间他们,愿他们的友情不变, 这三杯茶水下去,茶壶里已所剩不多茶水,女孩便回去重新弃茶,看到女孩已离开,王昭强忍痛苦,跟王上请求离弃片刻,但在她转过身后,嘴角已流出鲜血,她来到走廊,看到女孩远去的背影,她多么想呼唤她的名字,可此时的她已无力发声,直到一口鲜血喷出,这才惊动了女孩,女孩看到王昭口吐鲜血倒在地上,她赶紧跑过去抱着她大声寻求帮助,可王昭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叫她不要声张, 赶紧离开这里,之后便晕了过去,女孩也似乎明白了,王昭这么做事在保护她,此时的宴会上,大家并没有觉察出一样,莲花不能让这场阴谋就此毁灭,于是她见状假意也要向王上为哥哥八王子求一个恩典,说着就假意地喝下,剩下的那点茶水,接着就继续演戏,假装中毒,她这突入起来的一闹,把王后弄猛了,她怕事情败露怀疑到她身上,直接贼喊捉贼, 说茶水里有毒,莲花这时还不忘提醒四王子也喝过这个茶,众人闻言赶紧寻找王昭,将她带往太医院,而女孩则以谋害王子的罪名抓了起来,王后见事情俨然发展到了这一步,于是命人禀告王上是太子之时的女孩,在王昭的茶水里下毒,接着就在女孩的房间里,搜出了只有太子才拥有的珍珠项链和毒药,显然太子用钱财收买女孩谋害四王子的事情一做时,王上为了保全太子,她打算动用私刑来逼迫 女孩全权拦下罪行,可太子坚决反对,说如果这样她宁愿不当这个太子,王上健壮跟她讲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她来做这个太子,因为在王上心里,她是自己的孩子,其他王子是王上的孩子,不仅如此,王上与太子并肩作战,征服战场多年,也早已把她当成了战友,可以说王上对太子的感情与其他王子是不同的,至此女孩的酷刑也是避免不了的,莲花这边因为是假意服毒,看到众人都走后,便威胁太医要她管好自己这张嘴, 王昭虽然中毒颇深,但好在嫖大将军,一直训练她服毒自救的本领,才使得她并无大碍,一醒来身体还虚弱的她,便想要去救女孩,这时正好遇到八王子,便告诉她是王后下的毒,要她为了女孩一定要找到证据,经调查八王子终于找到了让女孩送茶的宫女,而那个背后的神秘人,正想拿钱封住她的嘴,她见状拔下拔钗请住了那个宫女,神秘人见状赶忙躲起来,八王子讲到现在人正已经在这里了,你是逃不掉的, 赶快出来招供吧,神秘人见状露出了原形,不出意外的就是莲花,可对于八王子来讲,她就要面临着重大的选择,因为一旦她说出事实,不仅妹妹会被处死,整个家族都会被连累沦为逆贼,一面是爱情一面是亲情,她最终还是选择妹妹,选择了亲情,选择了不再让母亲在王后面前卑躬屈膝,她要坐上王位,只有这样她才能保护她想保护的人,对于救女孩的事,她拜托给了吴上公,她知道了吴上公与王上有一段旧情, 认为王上会听进吴上公的话,吴上公责问她为何不自己亲自去面见王上,跟王上讲你要娶她,死也要救她不是更好吗?八王子听到这些沉默了,因为此时她向王上提起这事,必定会引起王上的反感,这对她的仕途是不利的,吴上公知道了女孩的真心也是错付了,对八王子讲到我会去面见王上的,那是因为我心疼女孩,但你总有一天会为今天的这个决定后悔的,吴上公知道这件事最终肯定要有个结果的,只是跟王上求情, 是不会放过女孩的,事实上也是如此,八王子不肯做的,四王子都做了,但他的请求直接被驳回了,于是吴上公告诉王上,是自己要毒害太子,王上知道他揽下罪名,是想救女孩,直接拒绝了他,这是吴上公掏出当年流产的血迹,说王后已经害了我们的孩子,现在我不能让他再害我视为几出的解数,我已经得了胃癌,已经十日不多了,你就答应我最后的一个请求吧,此时的女孩马上就要处以绞刑,他四处张望着希望能够看到, 八王子的身影,可等来的却是四王子,就在王昭想要结刑场的时候,将是赶了过来,说真凶已经抓到,不用行行了,可女孩在回去的路上,却看到了被当作真凶的吴上公,他顿时明白了一切,此时的他应该非常后悔,当初没有听吴上公的话,没有答应他一起出宫,于是拉着他就试图逃跑,吴上公见状要他不要自责,说自己这么做不是为了他,是为了王上,并讲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, 死亡对于他来讲是早晚的事,女孩知道吴上公是在安慰自己,此时的他痛苦无比,他拖着受伤的身体跪在殿前,洗稿戴罪请求王上放过吴上公,这一跪就是两天两夜,大雨之中,女孩终于看到了八王子,此时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欢喜,可下一秒,八王子却停住了脚步,看着他转身离开了,女孩的心一下子凉了起来, 而相反的,这时王昭再次出现在女孩身后,为他遮风挡雨,众王子也都加入到了替吴上公求情的队伍中,可对王上而言,这件事必须要一个人做出牺牲,这个人绝不能是太子,如果不是女孩,那也只能是他最爱的吴上公,随着钟声的响起,吴上公终究还是被处以死刑,女孩赶到后再也支撑不住,倒在了王昭怀里,之后的他肯定会沉浸在不断的自责和愧疚之中,他又该何去何从呢?